猪神之暗,今天我们是赏金猎人 赏金猎人呢,他会有一个悬赏的目标在左下角 如果能把他给刀了呢,我们的CD就会立即变成2.5秒 如果走运的话,一路上碰到的人呢,都是悬赏目标 几乎能把全部的船员一口气给干掉 这当然也是特别走运的情况下呀 如果刀的不是悬赏目标呢,我们的CD就会变成45秒 属于是大招连不起来了 好了,这一局呢,就是正常的玩呀 看看赏金猎人在猪神之暗中会遇到什么样的情况 开局呢,没有打卡的任务,一堆人在那打卡,我们悬赏了叨叨,去找一叨他呀 怎么这么快就报告了呢,我们还没出刀呢 诶,我们内鬼怎么只有俩了,空白是被招募了是吧 猫的说警长暴毙,他们钓鱼钓上了一个警长 好家伙,本来就有警长呀,他们还多次一级去钓鱼 把警长给坑了,其实呢,钓鱼是原本的玩法呀,专门坑一些新手的 猪神之战呢,就不要搞了,容易出小丑,再有就是警长在盯着呢 猫的说浩子和霸中做打卡了,浩子说这里是灵媒,可以看到灵魂 灯会他要扫描,让别人去顶他 好,我们起票吧,第一轮船员痛击了他的队友警长 霸中应该是个市长,一个市长一个灵媒,两个人把警长给坑了 这不是利好才能内鬼和中立吗 好,换人了,这次我们要叨老刘 选小的目标是有时间限制的,如果在规定的时间内没有出刀就换了另一个人了 破坏一下灯光,老刘又下去了,先假装做个认为啊,然后我们下去找他 好,我们过去看看,我去这么多人,打扰了 哎,不行啊,悬赏的人在抱团呢,不好出刀呀 要不随便刀一个 好,报告了,猫都被刀了,无言报得高 刚刚不是在管理室吗 他说猫都是被老刀的,料出老刀 他说他的柠檬色暴露了 老刀说先出链子,谁链子啊,狗蛋是吧 那就先投票给老刀吧,等会再出狗蛋 本来想到他的,结果他专人对了,没想到是个猜狼 他应该是招募了空白的,不过空白还没有踩我们是内鬼 我们就不踩他是跟班了,等会战场上见呀,懂得都懂 相互嘴炮呢,只会利好穿原 正好这一轮我们悬赏的是他呀,就看有没有这个机会了 这一轮我们就再试一次,如果实在不行呢,就随便刀一个 不然就拖慢了内鬼的刀人速度啊 好,他在我们的前面,我们的cda快好了 他的cd应该也快好了 就怕他躲在人堆里啊,悄悄的等待招募技能 好,技能好了,我们走吧 要是悬赏的霸龙就好了 刀完他以后呢,立马跑到监控再刀一个 然后进风管,可惜不是他呀 箭头指向一屋四 好家伙,这么多人嘛,打扰了 怎么悬赏的人呢,都各个钻到人堆里 我都快崩溃了,这真的不好玩呢 换了霸龙是吧,再拍电视,直接刀了 好家伙,我记了,被发现了 先嘴炮一下再说吧 准备一下,马上抢答了 换一些面刀,他说看到我们瞬移了 他是纵火没有刀 海马说他想要咽一下刀刀,看到是占卜师 我们说我进来的时候看到霸龙没了 他没听到纵火呢,马上要给他送走 我们说不会是小丑吧 换一些说他还差五个人没涂了 七票吧,怎么感觉是小丑呢 看一下他的职业吧 如果一看是纵火呢,那等会不就怀疑我们了吗 好,他是连换交换师 不会换到我们吧 吓我一跳呀,我们没有被换 占卜师占卜了某人的身份 我觉得不太可能是我吧,箭头指向的是海马 他刚刚不是说要占卜刀刀吗 反正他不能拍灯 有机会我们再把他给刀了 现在我突然发现队友怎么从胖虎变成了无言了 胖虎好像没了,那就无所谓了 悬赏的是浩子,正好在我面前 这次一定要把他给刀了 哎,终于不在人堆里了 下一个是阎明,箭头指向配电视 哎,等等无言 啊,好家伙,只留给我一个鸡腿啊 完了,我们的大招连不起来了 悬赏力还在呢,这人没了 这悬赏个寂寞呀 哎,等会我们再找一个人吧 这白色镜头不是占卜师吗 他居然躲在管理室的风管上 这是让我到完以后跳风管跑的意思呗 好,如你所愿呀 现在我们有45秒的CD时间 只能靠队友了 给你关个食堂大门 哎,这才能在桌子旁边呀 怎么又出了一个蓝色箭头呢 告密贼也做完任务了 看来空白想要去到告密贼呀 他应该是穿火了 我们离远一点 别让告密贼看到我们了 队友无言也看到告密贼了 准备来食堂拦截啊 一个才能一个内鬼去拦告密贼 我们溜的远远的 好,结束了 我们获胜了 哎,等会倒回去 我好像看到叨叨了 倒在窗头 应该是才能干的 结果发生了什么呢 我猜应该是才能干掉了告密贼 队友干掉了才能 跟班是耗子 早就被我们倒掉了 哦 喔 接住全体能 之 诶 诶 诶 音 诶